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早晨 今天是星期六 昨天在港股下个星期一 11月份期货期权到期之前 淡有大户发动急功 这情况不太常见 既然让它成功急功 今个月下个星期一收市前 甚至下个星期二收市前 多数都是 因为星期二是11月份 场外股票期权到期 淡有大户会得势不饶人 不会任由你反弹 昨天也杀仓杀得很厉害 恒子牛红城重货区24200至24299 全部的恒子牛红城都被实创 我们俗称叫做打靶 强制性收回 下一个位置还会去多少呢 昨天找到借口 即日股急跌 昨天美股继续跌 我们看看美股的情况 昨天收市的时候 美股三个指数 全部都跌超过2.2% 以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2.528% 最大 看来亚太区 一片绿 即全部都是跌市 日经跌了2.5% 最明显 此外 泰国曼谷也跌了2.3% 现在我们想看看近年 这么多指数之中 我和大家做了一个图 这个是最新的 暂时来说 我今天想和大家主要是看中线的形势 中期形势 暂时来说 标准普尔500指数表现最好的 接下来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然后第三个是深正成分指数 大家可能不在意 深正成分指数 在我监察的12个主要的国家地区 国家或者地区的指数之中 表现是第三位好 集中看看我们港股的5个 恒生指数爆味蓝筹股 国企指数排第二 倒数第二 综合指数 即是包括二三线股 第三 科技指数 第四 包括第四 相对地最好 就是红筹股 红筹指数 我们简称红筹指数 它全名叫做 恒生香港中施企业指数 解释得很清楚 为什么是红筹指数 什么是红筹指数 它排第六位 是不错的 紧紧跑输赢美股 因为红筹指数 和红筹指数 跑赢了日股 英国股市 所以我们不经不觉 在中期来说 原来红筹股是支持港股 不至于多跌的 我们看红筹指数 红筹指数 有25个 红筹指数 有25个成分股 未看这25个成分股之前 我想和大家看看 红筹股的表现 不如我们由月线图开始看 虽然我们重点是看中线 中线的表现 中级的表现 红筹指数 月线图 月线图 刚刚过去这个星期 没错 它跟着的大市是急跌的 但它有力回到 整支蜡烛波幅的中间位上边 比较接近高位报收 可想而知下面 趁低级纳的卖盘 是多么主动 如果不主动 就算是逆势 但仍然收到 这个月 对不起 这个月 应该说 这个月 不是这个星期 都收到保利家通道中组下面 SAR 仍是利好 LSI STC 利淡 MACD 依然是凌线上 指标方面 有两个好三个淡 指不过是偏淡 这是讲到长期形势 红筹指数长期形势 它有一个大波幅之内 这个大波幅 由这里 到这里之内 你看到这个 指数计 就是3060 445入 反弹到这个高位 是4423 接着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一大波幅之内 波幅逐渐缩 那就是等突破 长期来说 是都叫等突破 如何突破呢 当然是看 这个低位 和这个低位 一条线 这个高位 和这个高位 有一条线 等突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突破到的 下个月 看的样子 未必得 得的机会 这就是长期的形势 再看我们来看周线图 中期的形势 这个星期 就是跟着市落 就是看到低位 留意今天星期的低位 是没有低过之前的低位 应该说是相差很远的 不是好像恒生市数 相差很远的 相差很远的 是相差很远的 就是说 依然是好友 是略占上风的 在这个反弹浪之中 不过 在整体的跌落 由这里开始 就是 回到一半左右 今星期的收视位 是保力加通道中逐下 亦都低于SAR RSI 暂时还是利好 高过五周平均线 STC 我说 %K 是回到2%D下面 NVCD 还未能再度 发出 红牛买入讯号 所以 1 2 3 下面的3个 之中 有1个利好 2个利淡 上面2个利淡 即是 4淡1好 形势是向淡的中期 红酬指数 现在是跟随大市 是向淡的 不过 它就相对表现好一点 这就是中期的形势 如果你说 支持位置在哪 我相信中期支持 可靠支持 应该已经上到这里 3656 即是说 大市再跌下去 譬如 昨晚美股跌得那么厉害 下个星期一 都没什么运行 正路来说 前边支持也很强 阻力当然是要 让大市好 才有能力表现好些 阻力就是4076 中期 再看日线图 就是说短期情况 昨天是回市保力交通道 中族支持 中族在307 昨天收写312 是高过去的 也高过SAR RSI是淡的 STC还是好 %K 首在%D上面 还有两条线都高过50 明显 MACD还是利好 虽然 Difference 在零线上 开始回落 我们这样看 1个好 2个好 3个好 4个好 原来红筹股 短期来说是向好 即是说 中期向淡 刚才说中期向淡的情况 是正在改善的 是否中期向淡 还是偏淡 我忘记了 先看清楚 是1、2个 是向淡的 没错 中期向淡 是之前一直在改善的 短期 虽然大市跌到这样 也是位置向好的 先看短期 重要支持位 就是3775 短期重要阻力位 当然是看这个 这个高位 就是3892 我们看完这些图 之后 我们先收到图 收到图 再看这个 这里有 刚才说了25 只有25 不是恒生指数 有60 遲些 有64 过多 一个星期 一、两个星期 就是有64 而这25 我尝试和大家用市值去排 市值 这是市值 一路排 由大至少 你看看 25 昨天全部都下跌 为什么我要这个表 我不是跟你逐个分析 我是想选择三个 跟你说 一会儿 我会选择三个 跟你说 选择哪三个 虽然不是续制分析 虽然不是续制分析 都说说 头十位市值的表现 全部跌 看一看 跌得来 跌幅不大 即不是特别 足够5% 那种 为什么呢 最多都是2.3% 华原啤酒 昨天跌得最多 2.19% 蒙牛乳叶 还有就是2.14% 中海油 是这三个 291 2319 和883 是跌得多些的 比对5个加日前 也没有升跌幅超 到達10% 没错 52张新高 新低价 看主动买股比率 很正常范围 是吧 全部都不够 65比35那么高 或者35比65那么低 对不对 比较上特别一点 525到45的一只 当然跌市 跌市 我当然是难忘 正路来说 高过50比50 已经很好的了 当然留意一下 这个主动买股比率是整体的 如果我们想细分 散户 中户 普通大户 特大户 和超级大户 各次的主动买股比率 麻烦你下载我们 经济通 黑色的app 手机app 就是叫做强化版mq 这边就有了 这边就是讲整体的 没有幼小的分得 我们看到有一个是接近 35比65要特别小心一点的 就是中国联通 就是4.01 昨天在4.01前面 它的沽压也大 就是主动负货的情况 也大 主动负货 负货的情况 也明显的 另外一只 华润电力 就是逆市 显示出 它买家入市态度 都进取 55比45 在19.02之前 我们看资金正主动买入 卖出 看看有没有 正主动买入 有的 是一只 就是刚才提过 华润电力 它是录得 资金正主动买入 1600多万港元 这一只 也不算太多 头10位 这只成交特别少 金额 但是它 资金正主动 卖出 13000多万港元 市值大 第五位 就是267中信股份 只有8000多万港元 看看量比 全部都很剩 两倍都不够 还有什么要看呢 量比看完 差不多 这个就是市值排行 好了 看完之后 我们就 看看 看这个表 这个表 就是将刚才的十只 十大市值恒生 香港中资企业指数 成份股 看看它的上升动力 这个是我的专业中文分析表 这是我发明的 真正变动率 加权升跌动力 做了一个加权动力指标 两者配合之后 排名 昨天表现 这十只中最好的 是中信股份 267 不过 它所谓最好 是相对地不是最差 为什么呢 因为网页加权升跌动力 全部都是负数 相对地没有那么差 就是相对地好 其实就是不太好 明白的意思吗 第二位 第二位是华润置地 1109 相对地没有那么差 第三个相对地没有那么差 就是华润电力 核三楼 这三个 另外 如果跟昨天美子期货的收市位 4661.75 比较 即是香港时间4.3 美子期货跌至1.808% 这十只股票 比较美子期货的表现如何呢 全部都比较差 对 对 对 全部都比较好的美子期货 是比较好 最好的 是偏高16%的华润电力 第二好的 是偏高接近14%的华润置地 第三好的 就是 应该是这种 华润煤气 全部都听到 都是华润华润华润 是吧 华润是 9.47% 第四位都近一点 就是9% 就是中国海外发展 刚才说的 今天想重点 讲一讲中期的形势 我就选择三只股票 和大家简单分析 第一只 就是 我看我的中线正面排行榜 这十只股票排名 华润啤酒 现在是排第十位 虽然 不是值得 大家 如果现在是未买齐货 立即买入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中线正面排行榜 是值得买入股票 值得即时买入股票 不是即时 值得是如果你没有货 就可以即时 捕捉机会买入 说准确一点 就是 五只 所以华润啤酒 排入十位 只是適宜 继续持有的款 考虑继续持有 但你也要留意 它是红筹股 那么漂亮 为什么都不排第一 除了红筹股 还有很多股票 很多非红筹股 蓝筹股 科技股 那些 比他好 个别股份 华润啤酒 第十一位 华润置地 接着就轮到第23位 中国海外发展 好了 我们就由小智大和大家 简单分析 华润啤酒 291 中国海外发展 688 华润置地 1109 接着 就应该开始 这个 好了 不要看这个 我们来看看经济通论图 经济通论图 经济通论图 在这里 好 先讲华润啤酒 华润啤酒291 这张是周线图 我们今天和平日我讲的 简单分析 看日线图不同 今天讲中期走势 一个星期的完结 今星期是录得的 是 阴烛 记不记得什么阴烛 实心是阴烛 这张是改良版的 进阶版的阴烛 通心的是阴烛 红色代表收市位 比上个交易日上升 绿色代表收市位 比上个交易日下跌 即是说 绿色兼阴烛 即是说 今星期的收市位 是暴跌的 比上星期 一星期前 是高开低收 绿得阴烛 当然是不靓的 绿色 实心当然是不靓的 最靓的 应该是 红色通心 新区越长 越漂亮 红色 如果是阴烛 如果是阴烛 就越长 越不靓 看看是否很差 先看看 比保利加通道高 比保利加通道充足很多 只不过是 保利加通道顶部 就过不了阻力 但保利加通道顶部 仍在上移 即是会扯住 不让它跌那么多 如果继续上移的话 亦都高于SAR 高于SAR之后 但留意 虽然高于SAR 这个SAR的极点高位 67.3 在期后两个交易周 最多三个交易周 都没有升破过 所以 这个67.3 是中期重要阻力位 今星期 虽然见过67.9 但收市位 都是回来 64.75 往下先调整的机会 当然重要的支持位 就是看低位 59.65 RSI 是利好的 高于五周平均线 两条线都高于50线 STC %K 和%D 都很稳步地上升 而%D 就快升过50线 希望下星期 MACD 早前发出了 红楼买入信用 之后 现在继续向上 所以 1,2,3,4,5 这只股票 是中线来说 是显著向好的 五个指标都是利好的 所以 应市策略是 后低吸力 中线 后低吸力 当然 后低吸力的时候 当然 刚才我说过 有个左手位 要站在上边 67.3 上边收市 全周计划 跟着下一个位 先看 70.3 3,3 再看 就是 75.6 8,3 然后 78.1,2,5 这就是中期的形势 如果下星期再回来 指标继续维持 有三角或以上的五角之中 是利好的话 是可以吸力的 是可以吸力 值得吸力的 OK 这样 这个就是 讲完 它的中期形势 跟着说的是 中国海外发展 688 有没有那么漂亮呢 看一看 它只不过是 横行区里面 反复上落的直播 横行区里面 反复上落 就 表现就是 没那么漂亮 看看指标 保理加通道 SAR RSI STC 这些MACD 只不过是五个全部利好 代表这只股票的中期形势 是显著向好的 但只不过要突破横行区 似乎上升动力 没有刚才的291 华盐啤酒 那么大 阻力位 今个星期最高 就见过19.2 到不到两个星期前的19.2.2 当然较大阻力 就会在 20.2.2 还有 20.72 记住 20.22 20.22 20.22 20.72 这个阻力位 支持位 都是看两个 左的位置看两个 支持位 中期也看两个 第一个是16.1 第二个就是15.42 这两个位置之间反复上落 现在较接近高位 当然是没有直播率 如果你说指标全部利好 我拼击突破 可以的 如果拼击突破 当市回的时候 你见到其余指标没有转弹 拼击突破 但拼击突破 就不能放指示位在这里 这么低 16.1 你应该要放在哪里呢 你应该要再推上 推上一些很难计 计到多少呢 如果乐观点 下个星期回吐 跌不穿17.4 17.84 我就放在17.84 这也是冰行险状 有点危险的 又或者你怕的 放在保力加通道中组 就可以拼它上去 拼它上去 拼它上去多少呢 你量一量 13.74 升到上去 20.22 多少 再在这个低位 最低的这个位置 15.42 加上去 1.1 当是ABC 1.1 C等于A 就是 看上去 看目标 这个 继续博率 明显地 就不能吸引 29.1 那么吸引 大家就要 小心行事 重要 你真的升破了 上去之后 你就要 要把指站位 立即推上去 20.02 是不是20.02 20.07 刚才我说错了 应该升到 20.07.07 然后我说错了 总继由 13.74 升到 20.07.07 不是20.02 不是20.02 刚才我说错了 我印象中 也有说20.02 应该是20.07.07 才对 如果看 20.07.07 就不用看 这个 不用看 20.02 只看一个 20.07.07 自己计算 够不够直播率 到时 有机会 的时候 第三 要和大家简单分析 中期形势 的股份 是华盈置地 1.109 1.109 在低位 25.29 展开了中期反弹 但到了 39.5 急速回跌了 两三星期 最低曾经见过 28.2 很明显的调整 如果真的再升 我需要留意 第一 大家都知道 这个高位 39.78 跌至刚才说的 25.29 这个位 反弹0.618 是否站得稳 目标 我这里没有计算 大家自己计算 肉眼看 到了 但最重要 是否站得稳 还有 除了这个位置之外 还要站得稳 在前升浪高位 34.95 站得稳 应该没有什么意外 另外 股价应该值止 39.78 过不过得到 就是后华 另外 如果过得到 那又怎样呢 又是ABC 那一招 由25.29 CA2 升到34.90 只 can 减一下 再由唱 高位 是28.2 水平 成分 即那生分 不到 条面 如果下星期一跌下来 我会看看这个位置是否收到 32.5.5 如果收到的话,我会把指示位置放在这里 然后考虑买入 拨打这个目标 39.78 以及刚才说过的 ABC量度升幅目标 C等于A 我简称C等于A 这应该是固乎C和固乎A 因为这个是周线图 拆小一点就未必C 肉眼望是够直播率的 但先看看指标是否支持 保力交通道中途 上移 顶部上移 支持股价,移升难跌 然后出了SAL極点高位 上星期35.75 暂时未过到的 收市位计 35.75 要过这个 看完下星期 最远是下星期 都不过就小心点 要过就要快点过 最好下星期 不断以周初调整 然后等于 星期二 11月份场外股票期权 到期之后就充上 venue 最理想 都是好的指标 RSI好 STC好 MACD好 都是好的 5个指标全部离好 即这些股票中期形势 显着向好的 今天也不简单 可能是周末,不要赶时间 比较详细讲,讲了三个股票的中期形势 明天我们上投资影音教育第83堂 我们讲专业股票买卖系统 继续上课,到时见 更新,隔身功能包括 全城最齐IPL暗盘,资金流向 券箱持股比例,瞬间捕捉,板块轮动 每月只需88元,加送50元超市现金券 即刻申请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立即赞好、订阅 订阅我们etNet所有平台 投资路上,etNet和你一齐并肩作战